北京时间7月17日,就在近两个月的中超联赛将重新开展,今天晚上19点35分,几分榜前两位的山东鲁能和上海上榜,将上院巅峰对决,胜者将独占榜守位置。 本场比赛将在济南奥T中心进行,两队目前均一牺牲两平二负的成绩排在联赛守卫,领先榜单第三位的国安一分,虽然定列排在榜首,不过,两队的比赛风格大不相同,鲁能目前共打尽18球丢9球,上港街27球丢10球,两队分别霸占巨北进攻和巨本防守两份榜单的守卫。 本场比赛的矛盾对决颇具看点,休赛期间,鲁能租借八角小将格德斯,一顶经营商无法助战的西赛。 球队主教练李肖鹏表示,他背上有实力,有活力,会丰富球队的进攻手段。 他适合前场的一切的位置,他来了之后对他耳朵力,配来也会是很有效的补充。 不过,最了解,这位新外员很可能会缺席本场比赛。 上港方面,休赛期没有大的转会动作,主力球员身体状况也不错。 本场比赛,博彩公司也给出了自己的供点。 鲁能取胜赔率为一赔2.39,上港获胜赔率为一赔2.63。 两队握手颜合为一赔3.40,亚盘开出平手盘。 后续部分博彩公司将盘口调整至收平手半球盘。 可以说,两队实力不分伯仲。 在鲁能占据主场优势跌情况下,盘口却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。 这很可能是数七万元无法到位影响。 综合来看,奔赞关注商号客场不败。 推荐零减一除一一减一除一一减二的比分。 那么,你觉得剧本会这样上演吗? 网易彩票松死。 耶! 不许合来看。